大家好,我是基佳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一汽车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经常有人这么说,为什么网上对大众的骂声一片,但是销量上依然是大众第一呢?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,也可以说是幸存者偏差。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,他们平日里并不关心汽车,买车也不会上网专门做评测,而且看见大家开什么,干脆去买什么。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,买车还要尊重家里的意思,老一不人说大众提示就买大众好了。 那么,估计有人要问了,为啥是大众,既然大家都不关心车,为啥不是日系、美系、法系车是欢迎,偏偏就是大众,随便找个不懂车的问,他都会建议你不要买国产车,他甚至分不清国产车有哪些品牌。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,现在车市的主力是年轻人,如果打算买什么大物件的话,一定会上网查,这样大众的优势就变弱了。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是愈发的理智,都会选择以实用、舒适、经济省油的日系车,这也导致大众的销量多得那么大。 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背着房贷、车贷,所以开始追求务实的汽车品牌,日系在这一方面是有优势的,毕竟他们在日本本土就经历了一次大的经济周期。 而德系车,由于这些年并没有在市场上积累良好的口碑,南北大众双双销量下滑已冲定局,看来大众的车市霸主地位将保不住了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。